台北艺术节的车展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系台外送 那其实我们今天请到一位熟面孔 就是我们去年有访问过的 台北艺术节的车展人 其实邓富全 邓老师你好 嘿小黑你好 你见面啦 对呀 那其实去年呢 我们有跟就是邓老师聊过 就是Assembly这个主题 就是台北艺术节 第20周年的展 那其实今年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主题是 I 刮号 do not belong to you 我们 你們沒有認同 那其實我很想要就是 請問一下鄧老師 因為去年的SAMLINE 到今年的 I do not belong to you 這樣子的主題就是 你想要在其中表達 什麼樣子的脈絡跟概念呢 其實跟去年的節目 跟視野是有相關的 就是我會 我延續在探討 社會的社群 不同社群的關係 現在可是我把社群擴散到 不只是族群對族群 之間的一些關係 而是人與人 人與物件 人與另他者 或人與環境的那個 那個感情跟關係是什麼 這個是我要談的 尤其是要談的是關於 歸屬感 歸屬感跟認同這方面 就希望 裡頭呢 為什麼要掛這個 這樣的 do not 或是一個美呢 也是 也是為了把這個空間 打個比較模糊的一個氛圍 讓作品跟藝術家們 都有空間去 去表現他們自己的立場 跟 跟觀點 是 所以就是說其實 您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除了族群與族群 其實人與人 人與物件 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是以這樣的一個主題 作為今天的策展這樣子 那 其實因為 應該說我不是一個很內行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聽起來是有一點點模糊的 那可以就是請 老師為我們介紹一下 比如說今年會有哪一些 節目用這樣子的主題去呈現 尤其是 我們先來介紹台灣的團隊好了 好 其實今年也是我 在 在盡力地推動新製作 尤其是本地台灣製作 所以呢 今年呢 其實我們委託了 大概是 四個半新製作 四個半怎麼剪 因為 其實第一個我要講的那個半的 新製作就是 《非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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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The Show Must Go On》 來自法國的Jérôme Bell 去年其實在藝術節裡 他有呈現他的 《Gala》 那個《歡樂經銷》 可能大家都記得吧 這個是一個 蠻 蠻 靠了口碑 其實都 就是三場都 都很 很 觀眾都 都覺得很好看 所以今年就決定 繼續的把Jérôme Bell 之前的作品帶來 那二十年前呢 Jérôme Bell 在 在歐洲首演的時候 這場《非跳不可》 很震撼 為什麼呢 就是觀眾 觀眾 跑上台 然後 不肯離開舞台 對 然後 有些人也控告 編舞者說 我付的錢來看的戲 其實你在騙我 這不是我想看的戲 那這部戲是怎樣的一個 這麼 這麼轟動呢 是因為二十年前 他 他已經老早 Jérôme Bell 已經很想把 Democracy 這個 Democracy 這個概念 就是 怎麼把 平等權 這個 這個概念 擺在舞台上 所以他就在去 好像去年的Gala 他也今年 同樣地邀了一班素人 這次呢 他是邀素人跟 跟藝術家 在同台 跳舞 那 當然就是你可以看得出 很明顯的在舞台 看一看的那個差別在哪 就是素人完全是 靠自己的 反應啊 靠自己的身體動作 來表達自己 那在舞台呢 我們聽到的其實 是延續的這樣的 十八首歌 十八首歌都是來自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 流行曲 尤其是美國的流行曲 就是西方的流行曲 就是 冷戰過後呢 就是 全球的這個 這個流行文化呢 都是被 美國佔領 所以呢 無論你是亞洲人 還是 拉丁美人 還是 歐洲人 你都會 受到 這種 流行歌曲的影響 所以在舞台上呢 就可以看得出 從這些 歌曲的 歌詞裡頭呢 每個舞者 自己 對 歌詞的反應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在台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好像有一個 共同感 可是 同時也看得出 他們是 不同的 其實我覺得 超級有趣 因為其實您剛剛講到 就是Democracy這件事情 其實跟您剛剛說的 這次特展的主題 所謂的族群 跟族群的認同 甚至是像是 我 因為我還沒有看過表演 但是甚至像是 台上當他有兩種 素人跟表演者的時候 其實他也等於是 某一種族群的 隱喻在裡面了 就是一種社會 對 他就是一種 在舞台上 看到的 呈現的這些舞者 就是代表 社會不同的 不同的 不角色或者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身份在場 所以他這樣子 引發 就是透過一個 大家 同時可以認識到的 一些歌曲 可是 表達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個是 我覺得會 就是 就像Gala去年這樣 會很感動 就是那個結果呢 其實不只是好玩 其實最後呢 是感動 為什麼這麼多元的族群 在一起 可是又有 這樣的一種 就是各有 身份 可是又有一種 團體的力量在 嗯 嗯 這個就是 希望會呼應到 今年的那個 認同不認同的 那個主題 而且呢 更有趣的一點就是 今年Jahun Bell 因為環保 的那個 那個 關心呢 從此就不出國 就是 他的作品可以尋回 可是他不會 本身出國 就是他的助手 連他自己的助手 也不會搭飛機過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新的一個 那個狀況下呢 他決定就是要 要嘗試 要求啊 全部都 送過來 我們這裡 然後 他也 聘請了 在地的編舞者 就是陳吳康 跟老婆 對 跟老婆 他的老婆 葉明華 一起來 進行 導演 一個 這個新的版本 嗯 所以這個 算是一種 就是我說的 剛才說的 一半的新製作 因為呢 其實 Jahun Bell 也給這兩位藝術家 蠻大的空間 去改變一些 內容上的一些 一些 調整上 內容的 的 他們 或者 導演 想走的方向 也是呼應到 在舞台參 參與的那些 藝術家跟舞者 想表達的東西 所以 今年呢 可能會 在這麼多曲 歌曲裡頭呢 會加多一個 新的因素 就是 可能會有一個 台語歌 可能會有一個 中文歌 流行曲 那這個呢 我 不能 現在透露 就是 大家要來看 然後就會 發現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 所謂的一種 open method 是我未來 在 在明年 跟後年的 藝術節裡頭呢 會 更 盡力的去 推動 把這種 open source的概念呢 把它打到 打開 然後 投在 投在 觀眾身上 跟 表演者身上 就是說 之後呢 所謂的製作呢 是一個共享的製作 而不是一個單純就是 藝術家有 自己的概念 然後 投射給 只光 藝術家的 那個幻想 去投射 給 給觀眾 所以它之後呢 我 我會就是 我 將來我會 會 比較 嘗試這種 有 互動性的東西 是 聽起來像是某種 就是 democracy democracy 對 你了解了 其實我對這一塊 就是如何把 權力 從 無論是 在劇本上 或者是 創作的 那個權力呢 跟 跟 最後 那個意思 作品的意思 跟 跟它的 企圖性 是 怎麼去 去分享 給大家 這個是我 我 將來要 要去談說 是 因為您剛說就是 目前這次 您所謂的 半個新作品 那其實 其實還有 四個新作品 對 四個新作品 我講的太多了吧 今天其實請到 就是 您來到這邊 真的是 會帶來非常非常多 就是大家 你可以仔細看看 就是這一次節目的介紹 非常精華 那可能我要 然後 提出 家庭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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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新製作 是我委託 洪姐弟 洪姐弟 是誰呢 就是洪千涵 跟洪偉堯 洪偉堯 這次 算是他們第一次 姐弟的合作 在舞台上 第一次合作 可能就是 觀眾會 比較認識 就是 簽洪是屬於 那個 明日和合組團 然後 洪偉堯是 進港浪 進港浪 對 所以這次呢 很有趣的 他們姐弟 在一起 跟我 花了蠻多時間 去討論 怎麼做一個 有意思的 新製作 那最後呢 我們決定 這個 家庭浪漫 是應該 呼應到 他們家裡 他們本身 家裡的故事 你說現實中 對 他們 現實中的 故事 家裡 因為 爸爸過世後呢 他們覺得 好像是 家裡的 那個 環境 跟 怎麼說 他的關係 有點 好像不平衡了 對 所以 今年呢 他們決定 好 就邀 媽媽上台 邀媽媽上台 跟他們一起演 扮演 就 幻想一個 理想中的 一個家庭 好像某種 心理學上面的 家庭治療 對 完全就是一種 家庭治療 對 然後觀眾呢 也會參與 觀眾就是 也會扮演 一些角色 家裡的角色 然後 他們當然也會 提出自家裡 之前發生的 一些事情 然後 就是 邀觀眾 進場 來跟他們 解答一些困難 當然 劇本呢 也還沒設定好的 所以在場 也會有一個 寫劇本的人 對 所以是同時 跟觀眾一起 寫劇本 完全那個劇本 嗯 現場也會有一個 老師 陪伴觀眾去 怎麼去 演得 演得比較好 對 有排練的一個過程 嗯 所以他 他裡頭呢 不只是在 談家裡 私人的一些故事 而且這些故事呢 其實也會 他的背景 是 是 呼應到 台灣社會 從八十年代 到今天 的一個 一個意識 嗯 八十年代到今天 對 因為他們是 八十年代 長大了嘛 所以他們 要帶出來的故事 跟 不同的 狀況呢 是 由 社會更大的 一種歷史 而造成的 嗯 所以這個 家庭裡頭呢 其實是講 私人 跟 呃 國家的一個故事 嗯 天啊 好 好 好震撼喔 因為 包含私人 跟國家 然後你現實中的 那個針 然後帶到 舞台上面的 半針 或是半假 然後他的 排練性 跟他的 所謂的指導性 嗯 然後還有 對 我覺得超級 就是很 很 有點即興嗎 有點即興的 這種因素在 可是呢 最後當然因為 他們有 有想到 某一些框架 嗯 所以他 他會也會 大家也會 朝著 某一個氛圍去 達到 故事的 那個解決 是 而且他其實包含 某種就是 演員 本身 這該怎麼說就是 以Democracy的這部分來說 他某種的 不由自主 跟某種的 所謂的 自由性 在中間 交個 天啊 噢我投一發麻 哈哈哈 你買票了嗎 對 投一發麻 好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講 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 介紹這些非常多的節目 那我們 我想就是 那接下來還有 附全可以介紹其他的節目給我們 聽聽嗎 呃 介紹了兩個台灣新製作 然後我覺得 我應該談一談這個吧 這個就是 這是什麼 Bunny Bunny喔 Bunny就是白兔嘛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 看到兩隻小白兔 可是呢 Bunny呢 現在我們翻成為 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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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縛就是 你也看到 圖片裡頭呢 有 這種的這種 神 神腹 神腹就是日本的這種 比較 BDSM 對 BDSM的手法來做 然後這個呢 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作品很有趣 是因為 兩個 藝術家 Daniel Koch 來自新加坡 還有 還有 Luc George 來自澳洲 他們是 開始 合作的時候呢 呃 決定 好 我們找一個 同一個 同樣一個活動 去 去 去練詞 把他 把他 這種 他們就決定 呃 去練這種 Shibari Shibari 就是 那個神父 神父的這種 他們就去了日本 對 然後也在各國去 去嘗試 新的不同 不同的這種 這種 叫做什麼啦 那個練習吧 嗯 神父的練習 然後最後呢 他們決定 其實 他們不是要把這個 神父的這種 比較是 色情的這種 還是 不是說色情 用錯詞 比較肉體上 嗯 對對對 這些東西 他不是在 在展示這一套 而是 如何把 神父 這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 練習呢 在舞台上 跟觀眾 有 互動 互動式的神父 互動式的一個 就是 其實你看 他的 用的顏色也是 繽紛色彩的顏色 對 他是把 神父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再重新的 所以在舞台上呢 你會看到 有很多物件 是 漸漸的會被綁起來 嗯 然後 慢慢的 觀眾 也會被 牽涉到 在裡頭 整個場景裡頭 然後 最後呢 我只能說 觀眾會被綁起來 因為觀眾 Bunny呢 其實那名字 Bunny來自哪裡 Bunny就是被綁的那個人 被綁 所以他們現在要 要 看索就是 如果觀眾 也成為 Bunny 那這個狀況是 一個怎樣的狀況呢 所以 觀眾被綁後呢 怎麼被 解放 這個就是一個 互動性的 最後 就是 全觀眾 會被 這個 最後的 一場 這個 危機 被 被 怎麼說 不是 被 被 你會參與 對 你會收入 天啊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會講 很多類似這樣子的 感想 有點驚訝吧 對 就很像是 某種 關係 這件事情 它被實體化成為 比如說 繩索 這樣子 就是在那個樣子的空間裡面 然後跟物件跟人 等等 所以它當然也是在 談這個 認同 這件事 就是 如果觀眾 不認同的話 他們不會進行 所以你說 yes 就是說 我好 我們跟你走到哪裡 然後那個對話 是到哪一個階段 變成哪一個 哪一個 結果 是 嗯 所以這個就是 希望 比較 好奇 在舞台上 看 看 有實驗性的 表演的觀眾呢 會 會來 會來 嘗試一下 好 不是 我們 有點 有點那個 就是我 我要保持 又震撼又冷靜的狀態 主持今天的節目 其實這場戲已經是 尋回了很多國家 非常 非常 大家 受的 受的那些評價都很高 其實這蠻有趣 因為在不同的國家 你應該會遇到不一樣 觀眾的反應 那種 關係的體現等等的 是 所以呢 台灣觀眾是怎麼樣的觀眾呢 我們就要 這一次 來做一個社群實驗 那第二個呢 就是 來自 南韓的 對這個 這個 謝謝 油壓震動器 油壓震動器 大家看一下這樣 油壓震動器 嗯 這個 是一個 所謂的 lecture performance lecture performance 嗯 lecture performance 是 我們去年 在台北藝術節 第一次呈現 lecture performance 這個顯示給觀眾 嗯 lecture performance 我們其實在 視覺藝術 呃 跟 就是 跨媒體的 跨媒體的 製作呢 都是一個 滿 滿 有 滿 就是 目前是一種 趨勢 嗯 是一種 contemporary的 趨勢 呃 在 他其實 是 Gum Young Gum Young Gum Young 來自 南韓的Gum Young 已經是 十年前 呃 首演過這個 這個 他已經尋回很多國家 就是 我 我看有尋回 三十個城市 四十個城市 對 就單這個這樣的一個 那個 個人的作品 嗯 單人作品就可以尋回這麼多 因為他是實在太厲害了 在舞台上呢 他只是 呃 塑告 塑告自己的經驗 嗯 那他塑告的經驗是什麼樣的經驗呢 他是描述他自己對 性生活不滿 嗯 嗯 他自己的性生活不滿 所以他從一個 好像是 又真又假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劇本裡頭呢 描述到他 呃 從女生 然後 漸漸的變 雙性 男生 男生 到 雙性 然後還是得不到那個 滿足 所以他的慾望 他的慾望 已經是超過 人與人的這種關係 最後呢 他 又 進入了一個好像是 紀錄片的一個 moment 嗯 然後這個紀錄片呢 是 呃 紀錄他去學 怎麼開這個 呃 挖土機 哦 你知道女生 在韓國去 是 申請一個這樣 去考一個這樣的一個職照呢 是很 完全是驚訝的 所以最後呢 他是得到了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他的那個 這樣 執照 那 之後呢 他就慢慢的開這個 這個 這樣的機器 在沙灘 慢慢的走 慢慢的這樣 朝著自己 在沙 沙灘上的 一個 一個沙 一個叫做什麼 沙雕嗎 沙雕 然後沙雕是自己的 隱喻 隱喻 然後 跟沙雕做愛 哇 這個我就不多說 你這個最後一場是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 嗯 公用呢 目前也是在國際上 不同平台 非常有名 就最近連 嗯 嗯 視覺藝術的 這些美術館 都有搖他 而且也買了他的 這些不同的機器 跟他的這些物件 嗯 所以他 他是一個 無論是 劇場的觀眾 或者是 視覺藝術的 粉絲呢 必須要來看 是 因為他就是有 就是他有一種 在舞台裡有一種 很強的魅力 嗯 而且這個 這個題材其實 其實 會讓我覺得非常非常有驚訝 就是他從性別的 轉換 然後包含他在現實中 您剛剛說 他去取得了 這個娃圖機的執照等等 在他與社會的抗衡之中 然後他回來 跟他的本我 或許是殺雕 等等 量之一的關係 包含個人與個人 而且他自我跟本我等等 對 好 我不能再多說了 嗯 好 嗯 上一段我應該 談一談 可能就是要說一下 這個也是來自南韓的 南韓 嗯 嗯 的 南韓跳北韓舞 好政治喔 North Korea Dance 你看 就光這個圖片 是 就很吸引人了 對耶 對 然後這個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那個編舞家 來自南韓編舞家 是安寅美 安寅美 他決定去年 他們 就南韓跟北韓 終於有一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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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 對話的一個 一個moment 所以他覺得 好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關係呢 那跟著來 他們 在 透過舞台 跟透過 表演 怎麼去認識 南韓 怎麼做一個這樣的 好像一個 溫 軟身 軟身的一種 一種 一種 認識 所以他們 就嘗試在 去找 找南韓的 這些 北韓的這些舞蹈 是 跟 去多了解 他們 北韓的身體 是 怎麼一回事 在舞台上 呈現的姿態 跟動作 跟舞蹈 都是 是 怎麼樣的 一種 一種 象征 所以他們 當然你知道 南韓人是 無法去北韓 去看這些表演嘛 所以要透過呢 紀錄啊 紀錄片啊 還是透過 很多這種 YouTube啊 網站裡頭 找到的這些 這些影片 然後他們從這些影片去 模仿 這樣子 去排練 嗯 然後當然他們也去調查 不同資料 去了解 哦 北韓的 那個 那個 整個 整個 思維是怎樣的呢 跟肢體這個思維是什麼呢 所以他們是在舞台上 呈現 北韓舞 那北韓舞大家大概 從這種刻板印象裡呢 都 所收到的這些訊息 就是 就是 比較有軍官 嗯 他比較這樣 嗯 嗯 或者是傳統舞啊 還是一些就是 五彩繽紛的這種 呃 怎麼說呢 好像是 歌 你們 你們知道做什麼呢 這種 好像是 variety show 中文怎麼說 variety show 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是 娛樂 娛樂的舞蹈 嗯 所以透過這種不同的這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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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舞者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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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國家的跟身份 文化身份的定義 是 這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動作這件事情 本身其實也是某種社會性的展現 對 在這裡面就是包含 他們怎麼去看北韓 就是怎麼去research 然後怎麼去呈現那樣子他們眼中的對方 這件事情跟就是自我 然後想像中的對方 然後跟真實中的那樣子的映照 其實是蠻 我要詞窮 太有趣 對對對 非常棒 我覺得這個是今年在巴黎首演 在巴黎的他們的theatre du la vie 就是巴黎城市最重要的舞台上被見到 然後當然那個評價非常高 然後今年的10月 他們也會在魏武寅 高雄的魏武寅呈現另外一個作品 所以我們是蠻興奮的 在台灣第一次帶一個 安妮美來分享她 她的想像力非常豐富 所以她是目前在亞洲可以說是一個蠻資深 跟就是大家在關注的藝術家 但是其實我剛剛沒有說到就是 包含您剛剛說的霓虹 霓虹跟所有他們的軍 社會上面的性質來說 那個也是一種很有趣的對象 可是有趣的是她在呈現這種有軍事的舞蹈裡 她是用一種很好玩的方式 她不是完全的那死板 她是透過很多就是五彩繽紛的 還有那個音樂聽起來就是很 哇 就是哇為什麼會這麼開心 就是大家一定要到現場去看 所以她好像有一種矛盾 矛盾的一些訊息給我們 所以我們閱讀的東西是很有趣的 是 我們繼續請就是任老師我們介紹了精采的 好 跟著我應該講一講 好的 共享吧 對 thinkbar 共享吧 共享吧是我去年成立的平台 那為什麼要成立共享吧 是因為我覺得藝術節 一個當代藝術節 不應該只呈現品牌作品 那種品牌的製作 我覺得裡頭我們必須要有一些討論 比較有討論性的活動 所以去年在thinkbar裡頭 就是在藝術節開幕之前 我做了一週長的節目 去針對assembly 那個去年的主題 然後在thinkbar去年裡頭 我們邀了很多專家 很多演講 就是給很多場次的免費演講 針對我們去年的議題 那今年呢 當然我裡頭呢 是常調要有考... 怎麼說 要有一種... 考... 考... 對 有一種要透過想跟假 而不是光買一張票去觀看 所以今年呢我覺得 我覺得帶領共享bar的是藝術家 對 就是說我要把今年的方向 轉到藝術家為researcher 就是研究...研究者 所以在thinkbar裡頭呢 我給每一個藝術家 兩週的住村 兩週長的住村裡呢 他們會進行他們的調查 田野調查 那他們在分享的時候呢 就會把他們在這兩週 在台北市所累積的這些訊息 跟發想跟觀眾有一個sharing 這樣子 那有趣的就像小柯子函 小柯子函是來自上海的夫婦 對 他們去年呢 在我們比喻中心的亞當計劃呢 被邀 呈現他們這個Chin Name Chin Name 就是中文名 Chin Name 對 那中文名的這個 他的命題就是要去 採取海外的華人 華僑 所謂的華僑 對中國的印象 跟自己身為中華人 華人 跟語言 跟文化 跟身份的這些討論 都都 他們在台灣呢 在台北這兩週會去採訪很多人 所以在他的 這個在27號呢 8月27號跟28號 在師弟會有一個Live Stream Interview 現場的Interview 然後他們就累積這些資料 那他們也尋回了蠻多國家 近年來他們去了新加坡 從馬來西亞的冰城島 曼谷 也去了澳門 所以在這個華人世界裡頭呢 我們對中國跟華人的定義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蠻 好有趣 敏感議題 對有認同 這個我們就是會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 Work in progress 他還沒完成 好 他們還在進行他的調查 所以 可是我希望 可能明年會把他這個 完整的製作呈現 可是今年呢 就讓觀眾有一個 跟藝術家對面的一個 那個面對的一個 怎麼說 一個對談 對 有一個這樣的 讓觀眾有一個 可以跟陪著藝術家的整個過程 是 其實蠻有趣 因為華它其實是一個很 個人解讀不同的狀態 還有太多的面貌了 還有來自香港的Enoch Enoch Cheng Ask the Ark Ask the Ark 是怎麼一回事 Ark是什麼呢 Ark就是那個在聖經裡的 Noah's Ark 那條 范州 對 那艘船 就是說 那個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的那一天 要上床的 這些被解救的 這班動物 是 透過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Enoch在問 目前香港的狀況 太好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這些日子 香港的那個狀況 蠻緊張的 所以 Enoch呢 本身也有個故事 就是他爺爺 在八十年代移民到南非 南非 那 Enoch 之後呢 也沒有生長在南非 回到香港 所以這次呢 也是記錄他本人 要去南非 去調查 跟去探索他家裡的一些故事 所以他就是 因爲爺爺移民到南非 因為爺爺是教堂的牧師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 傳的這個故事 去尋根 就是 因爲去有一個這樣尋根的一個故事 當然 他也是在呼應 香港 所謂的這樣的一個被滅 毀滅嗎 還是滅絕的一個moment 的那些重要的情感 跟故事 給觀眾有一些分享 這個是會在中山堂的 光復廳 所以光復廳裡頭呢 會設計為 好像是個 Museum 好像是個博物館 對 然後Enoch就會 穿著不同的物件 跟人事嗎 也會展示一些人事 他這次來台北會跟許伯昂 你認識許伯昂嗎 是合作的 嗯 合作 所以他也會談 京劇啊 跟就是 台灣身份啊 跟就是 樂劇啊 Enoch的樂劇背景啊 這樣的有一些 不同的 不同的 嗯 不同的 嗯 就是 那個聯繫 太有趣了 嗯 因為其實包含就是 京劇這樣的東西 應該說 任何東西在台灣 它其實都會有一個 認同的議題在上面 就是 其實 以 雖然政治性的東西 好像不要多說 比較安全 對 但是其實以香港的立場 跟台灣的立場 它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映照的 對 好 有趣吧 有趣吧 是 最後呢我要提到的是 呃 這個 Folka Folka 跟 Leroy 嗯 Folka 就是在地的 台北市 呃 富爾摩莎 富爾摩莎 馬戲團 他們是成立在 設置的 是 所以今年的這個 這個製作呢 也是一個過程的一個分享 他們是從去年已經開始了 哦 也是從來自亞當計畫 延續到今年 然後明年希望是一個完整的製作 是 那大家知道 目前的設置到 有一個 有一個 怎麼說 有一種張力 張力是在於 呃 他 他可能會被 消失 對嗎 他某種狀態會被改變 嗯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 所以 呃 Leroy是來自 菲律賓的 視覺藝術家 那他是 呃 這兩年來來回回 呃 在設置到 居住在設置到 跟 Folka 呃 的團員們 有 有不同的工作坊 然後這次呢 他們會 延伸的到 居民 有 對當地的居民 跟他們互動 嗯 跟他們採取一些資料 然後故事 還有一些 就是一些可能 也有些物件 可能是來自居民的 所以他們 這樣的一個 實驗呢 這次 會 呃 帶出 怎麼樣的一些結果呢 我 我不知道 可是 很期待 因為這個是一個 會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 設置到他本身的文化跟歷史背景來說 其實 那邊的人 他怎麼看待他自己跟所謂的台北市其他區的關係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 一直很 讓人大家會 就是他有一種邊緣的這種身份 然後他 他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嗯 那藝術家 有這樣的慾望 就是 他們深耕在設置島 現在他們也成為設置島的一部分 那現在這種危機 的狀況呢 產生他們 也有自己的一些 蠻深的一些感受 所以他們 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 就是 我覺得 已經 我從一些照片 跟 跟他們對話的時候 我都感覺到 他們 呃 這次的收穫是蠻 蠻大的 所以他怎麼把這些 資訊 轉變成 一種 可以透過 馬戲的手法 去呈現給大家 這個 這個是我 蠻 蠻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 那 那其實 就是 不覺得還有什麼 就是 還想要介紹的節目 我覺得 我講了很多了 我講了很多了吧 今天其實 我們呈現的 作品 很多 有 14場 對 還有兩場 兩場是免費的 就是即將 這週六 週日 在 新一區 新一區 新一區的 那個 叫做什麼 那個場地叫做什麼 求救一下 是什麼 香提大道 香提大道 對不起 我 我只會去那地方 我不知道名字叫什麼 香提大道 他們 會有一個免費的互動 也是 也是一個 來自印尼跟 台灣的一個團體 叫做 週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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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楊乃璇跟 夥伴 成立的 叫做 小事製作 他們 他們 每個 每個季節都有一個週一學校的一個計劃 然後這個計劃完全是 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 open source 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他們會邀一些 一些 一些 編舞者 或是專家 來 一個 大眾的 可以集合的一個空間 就好像 不論是在華山那個橋底下 或者是在兩庭院的那個廣場 算是一種印尼的原住民 可是他 他留學在 在野家達成都 成都裡 不是 都市 都市 不是成都 都市裡頭 然後他覺得 他現在所練 學到的這些hip hop 加上印尼舞蹈 加上他自己的原住民的舞蹈 如何分享給大家 所以他也 跟週一學校 週一學校 有一個 同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 開放給觀眾 大眾來參與 學習他的舞蹈 所以我這次就邀了這兩團 兩群人 合作 然後在這 就是我們 算是我們的 藝術節的開幕 是 所以在廣場裡頭呢 他們會呈現他們 所排練的作品 然後 透過週一學校的參與者 也會呈現一個 小小的一段 一段 一段 跳舞 然後叫做 Animal Pop Animal Pop Pop 你知道就是 Hip Hop Hip Hop就是那種 Pop 好 然後 Jacko 因為他是來自原住民的 這種森林的背景 所以他是觀察了 Animal 就是動物的行動 然後他是透過這樣的行動 去產生自己的一套 一個很特製的一種舞蹈 方式叫做Animal Pop Animal Pop 對 然後就 可以引導觀眾 來變成這種城市裡的Animal 很可愛 很可愛 小朋友一定會喜歡 然後大人也會 突然間你就會 好像覺得你好像回到原始 還是你的小時候的那種 好玩的那種動作 5%5%5% 這個就是一種 就是Party 我們覺得就是 一起趴 一起5%5%這樣 好 好 今天就是請鄧老師為我們介紹 這麼多的節目 其實我要 我來問一個敏感的話題了 哦 敏感嗎 哦 因為老師 您其實今年是第二年 在就是 策展這個台北藝術界 其實我很想要知道 就是說 以您的角度來看 就是您在這樣子的過程之中 跟這麼多人工作 就是 有沒有 就是這兩年 或是今年特別的心得或感想呢 欸 我 我覺得我 雖然有 居住在台北市有兩年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兩年時間也不長 所以我還在挖掘台北市 跟它的文化 其實我還在調查中 也感受到 我還有很多要發現的東西 我還沒 我還沒完全認識 呃 好了我要離開了 因為有點好像是 啊 有什麼的呢 有什麼可以看 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每天 幾乎每天都有很多活動 嗯 可是因為我有這種外者的身份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一種特別的一個觀點 就是我進進出出 然後可以有一個國際跟在地的一個相比的一個事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必須 這個是我一個很寶貴的一個 一個怎麼說一個 新製作呢 呃 台灣的年輕的藝術家 也又有一個國際的路線 可套 嗯 這個就是我覺得 呃 我可能作為一個外者 能帶來給台北藝術節的一個 一個 一個功能 特別的功能吧 我希望是這樣子吧 我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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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中啊 所以這個是 也要看觀眾是否接受不接受 請大家要多多來看 呵呵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介紹了這麼多節目 真的是非常謝謝 就是登福全老師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請大家就是 因為我們太多太多的資訊 其實都可以在台北藝術節的官網上面 可以看到 那請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他們的臉書 然後甚至是密切關注 然後想買票就趕快買票啦 對 還有85折哦 哦 想要有85折哦 到8月的2號 還有85折 好 大家都還有時間可以趕快去衝一下 嗯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福全老師來到我們的現場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也非常期待 你明年的 的次展 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